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健康的一些心得 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长寿老人的视频 然后大概看了十几二十多个之后 我总结了一下他们能健康的活到特别大岁数的原因 大概吧有以下六七点 觉得健康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都特别重要 因为当你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完成 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很难受 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照看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理 所以我现在就想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些长寿老人的一些感想吧 第一点呢就是人需要特别规律的生活 就是你要有规律的每天吃早中晚饭的习惯 还有睡觉的时间也需要很规律 因为人就像机器一样的 你需要定点的给自己补充能量 然后吃饭睡觉就是你补充能量的方式 你不能就是不均衡的不规律的给自己充电 因为这样的话时间长了 你这块电池也会坏 就把人的身体想做一个电池一样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也需要均衡营养 这不是说你一定要吃非常多的superfood 就是超级食物现在吹的很多各种有 有些是有必要的 但是很多时候食物的话 其实要多吃原始 就是能看得清它原来是什么的 什么东西的那种食物 而不是吃尽量少吃那种加工 精加工的食品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需要有自己喜欢的规律的运动方式 就好比说有些老人喜欢钓鱼 有些老人喜欢骑自行车 然后有些老人喜欢自己种菜 这些都是一种运动方式 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健身房或怎么样 就是要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 然后习惯性的规律的一种运动方式 然后第四点呢 让我想想啊 多晒太阳 看那么多视频之后呢 观察到有些老人呢 他就是专门会每天找一个时间 蹲在家里或家前院子一个地方去晒太阳 有些老人呢 他是比如自己坐牢坐的时候 顺便晒太阳 然后有些老人呢 对种菜的时候晒太阳 有些老人是骑自行车上街的时候 骑三轮车什么上街的时候晒太阳 所以晒太阳也很重要 因为晒太阳你可以补充维生素D和补钙 这个对尤其是年龄大的人来说 身体是非常需要的 第五点就是积极乐观和平和的心态 就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对你自己的身体和各方面有非常大的影响 其实信念就是一种你自己影响自己的方式 所以你什么事情往积极的方向去想的话 它慢慢的会往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但你什么事情都往悲观消极的方向想的话 你的事情也多半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你的想法 你的思维也会特别容易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所以叫没事要想好事 然后第六点的话 就是我们每天规律的生活中呢 你也需要一些新的元素的加入 就是每天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和一些新鲜感 就比如说你去认识一个新的人 然后读一本新的书 然后去学习一样新的东西 或是看一看没见过的东西 就是需要有一些新鲜的元素加入你的生活 因为我看很多 长寿的老人他很开放乐观的心态 就愿意去了解新的东西 然后最后一点嘛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多亲近大自然吧 然后多亲近积极向上的人 还有多关注我的视频 今天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们有关于健康的更好的感悟的话 欢迎留言分享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身边关心的人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